十一点还没到门口就排起长长人龙 但他们在等什么呢 基隆市今年不办跨年演唱会 改在十二月二十三号举办年终演唱会 更邀请天团九一一和安心亚等超强卡斯 各区公所在七号上午十一点开始发放门票 各区有六百八十张 不过这活动反应相当热烈 一大早就有人在区公所门前排队 七点区公所开门 工作人员也将民众引导进来 更准备热茶暖暖身 一早六点有一位民众在排队 然后那我们也担心他们这个 天气比较寒冷 所以我们有引导到我们室内的空间 去进行排队 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的阿嬷相当兴奋 七点就来等待 说要参加人生第一场演唱会 不过阿嬷似乎太兴奋了 忘了带身份证到区公所后 才赶紧回家拿 这是基隆年终演唱会 开放站立区和座位区 除了室内还会在线上提供 现场集市印象 让没办法进来的民众 在云端上一起同乐